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 我们今天在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 那么其实我们隐隐约约已经看到 台北股市真的有所谓的国安基金防线 已经出现了吗 那如果是真的有所谓的国安基金防线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好好掌握什么样的自由股 有些时候是股性非常活泼的 没错 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稍微聊一聊的观光股 那接下来整个观光股的一个行情形势如何 好 那请我们各种大朋友小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平台第一件事件要做什么了 你答对了 直接就先帮我们在LINE AD上面 帮我们把QR code扫起来 包括LINE AD包括FB 那么如果各位有一些想法 想要跟微微老师做一些沟通的话 没问题呀 我们在这上面有电话是 0800370888 080037088 只要你进线 微微老师一定会想发射法 跟各位随时找专人也好 或自己本人也好 跟各位随时连线 那么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趁这波国安基金进场护盘的期间之内 好好的盘点一下你手头边到底该不该派入流墙 而且选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选中的股票也并不一定随时就会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或想要的价位 那当然这有些部分是需要等这里面很多的变数需要充分的准备 如果你有准备一定就有机会可以成功 可是如果你不做任何的准备 那很困难呢 除非真的是中了我了头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个胃不好 所以有些情况 请大家多多忍耐一下 特别是在紧张的时候 因为刚微微老师已经在外面 在三立地上刚录完节目 那录完回来赶紧 帮我们这个我们的微微家族的好朋友 帮我们赶快加点私房菜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香喷喷的航空股 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美美嘎嘎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谈一下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像微微老师为什么觉得今天 这个挺重要的 因为不要忘记哦 我们期待已久的 要让我们国 我们自己的台北股市 你看已经连4根红K了对不对 就是因为国安基金进场 但是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留意到很重要的 能不能站上月线 好已经好几次了 如果说都跟大家报告 这个部分其实挺重要 既然有了国防基金 我们这个以国安基金互盘 这样子这个形成了一个所谓心理的防线 如果真的所谓的短期之内 13928点 这个在万丝以上 这个防线真的 我们防火墙 这个防护网 真的把它设定了之后 那么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阶段 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 可以站上月线 那么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进一步 能够挑战成功突破期限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简直是台北股市 何止 那个接下来下一波 甚至人家讲回到万八 甚至所谓的人家讲 什么第三季要回到两万点 我都觉得会 真的会有这个机会 但是当然 首先你一定要先挑战回到站稳月线 那么接下来 才有挑战季线的可能性 那么能够突破月季线 那么接下来 当然也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了 那么在这里面 带头冲的 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一大早盘的时候 微微老师 如果各位有听 微微老师在今天盘中 台股盘中连线的时候 一定会帮大家 Cue到这个光学镜头的族群 那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我们 这个很多观众 知道除了这个大力光 基本上我们这个领头羊 我们的大力光真的是 即便今天稍稍说了一点所谓的黑K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今天早上一度的早盘 它也最高来到了2030 那我老师已经好多次跟大家报告了 因为毕竟第三季是大力光的传统旺季 更何况它这一次的一个转折 是非常特殊的 在6月份的营收 它已经开始月增跟年增 这代表这个大力光 它自己在经历过 将近应该将近两年多左右 它离开国王宝座 也超过十几个月 那经过这一番的一个洗涤 那么这个在街上 再加上这一波点 这个苹果的一个关怀跟照料 目前最重要的是传出iPhone15 不是iPhone14 iPhone15 有可能它到时候会用 所谓的大力光的光学镜片 它的这个专场 它就在那个变焦 那在这里面有可能就会 使用它来成为所谓的iPhone 这里面的潜望镜 非常特殊 那因为它这个到时候 有可能就是2023跟2024 今年2022嘛 那在这里面有可能说 到时候就是已经booking了 大力光 它相关的光学镜头 已经成为这个苹果 所谓的潜望镜 它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高阶 这个相关的一个镜头 所以到时候 含有潜望镜的镜头 这是模组 它的单价还蛮高的哦 所以这种高单价的1G2P 或者是两片哦 这个高单价的棱镜跟镜头 这个可能都会是未来哦 在光学模组 在大力光智里面哦 它已经确定可以拿得到订单 而未来它是有订单 有成长前景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非常重要 大家会去注意到MR 就是微博老师 已经好几次在这个波段有提过 大力光你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有研发所谓的 要进入元宇宙的隐形眼镜 对不对 谁晓得啊 那它也偷偷研发 研发的情况 它除非非常的精准 能够确定它能够在市场上量产 否则它当然不会去秀出 它的一个新机器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大力光 在全世界它做不出来 还有谁做得出来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相信大力光 它相当的 它那个潜心研究 研发最重要的一个产品 未来能够直接拿到苹果订单 这个部分是无庸置疑的 只是说这个波段 这个当然供应大力光 对不起 供应这个苹果 高级镜头的部分 那除了大力光之外 那外传还有LG 他们一样 这个波段 它是以所谓的潜望镜 进军这方面相关市场 未来它相对的一个更新 更会是这个光学镜头 另外一个区块的成长前景 那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会提一下 包括像是打了一个非常明显 你可以看到WD的郁金光 那么像你可以看到 他们有没有打败大盘 比郁金光来讲是没有的 那以大力光来讲 它就已经 不好意思 这个差一点点误会了 他们这个光学镜头 最近这么的强 以这个光学镜头领头羊 比如大力光来讲 你看它的月季线都早就已经穿越跟超过了 这个包括郁金光也是 3406的月季光 早就穿越超过了 所以它们是不是真的就比大盘强 当然嘛 那所以这个光学镜头 它们的基本面 我们相信 至少 大力光 月季光 它们缴出来的 它们的殖利率 或者它们本益比 也都是在颗粒状态 但是当然近期也很标的 像先进光 先进光当然是 以所谓的车用镜头 那也让大力光能够入股 所以这些部分 都是在市场上受到一个追捕 而且甚至股价 这阵子居然还能够拉出一些涨停板 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今天在国安基金护城河这里面 大家一定会 一定要谈到当然是台积电 但是你总不能天天在拉台积电 这国安基金的护城河 它承行的话 一定当然会关注到 我们的全职王台积电 不只是股王 股王 maybe有 但是全职王台积电 是绝对会有 只是说在这里面 跟着台积电 这所谓的点时成金与陆军瞻 这方面的一个议题题材 才是近期 也相对很有表现 像今天 像是中沙跟生阳办 一样也都相当的有所表现 那当然近期包括像是创意 精彩 或者是哪怕是参与新的 这个影响感测 方面 这个台积电的此底 他们近期相当的有表现 所以我相信 国安基金护城河 在这里面 有股王 又有全王 他的打底 这些部分都无用之一 而且这里面要交出的 要业绩有业绩 要营收有营收 更重要他们的资本支出 以台积电 资本支出 会资本支出给谁 当然接收订单的 就会是像包括 现在你可以看到台面上 不论是这种再生金元的部分 或者是像是极紫外光机 他们的光照盒 或者所谓的中台这样相关的一些好台 一定都会有的 那当然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国安基金有 这个防护线 它守住了一个 所谓的防线 除了要保护我们的股王 或者是全职之王台积电 在这个区块 我相信今天 威威老师觉得 一定要加端出来 是房子 当然会包含了 有航空股 以及要大吃旅游商机的 包括国内跟国外的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国人出国 那我们是不是 比如说最喜欢去日本 那么很巧 日本他们的民调最喜欢来出国的一个对象 就在台湾 所以原本可能近期之内 以这个日本的航线 非常非常畅旺的这个长绒航 它也会很有表现 你从今天近期 每次谈到航空股 那非常表现非常非常突出出色的 当然会是长绒航 一般他们通常的表现都会比 这个华航要来得更好 那华航当然还有它的专长最主要是在货籍的部分 好 那不论怎么样 这个有关观光议题 非常非常缜密 结合的当然就会是长绒航 那长绒航它的这个KD指标 或者是MCD 甚至法人投信的一个买盘 这当然 这外资的买盘也非常非常强 甚至也超过了这个投信的部分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大家蛮值得关注的 那在这里面营收获利的表现都还可以了 基本上本益比也不算高 那殖利率也还没有太差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除了航空股 因为毕竟这个长绒它有它的兄弟之争 所以很能够想象 它到时候有机会去突破它的前高 这个37块 这个37块9 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不会太难 37块6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到时候相关的挑战 这个至少像华航它已经先突破它的月线 那那个长绒航也一样 那接下来如何进一步的来突破季限 哇这个真的就要靠公立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区块 这个也是相对的 股价也比较亲民 那只是说长绒航的确不容易 长绒航真的一路往上 它也都一直股价有高于华航嘛 那这部分就看是长绒我们怎么解读了 但是基本上日本的航线首选 当然还会是长绒航 而且从日本运了客人回来台湾 当然非常重要的 也会是包含了长绒航 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都是非常 威威老师认为是自由股 就未来接下来好一个阶段 那当然今天 这个观光股像是三幅等等 哇今天9点08分左右 就已经观光涨停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蔡总统 小英总统在帮我们银牌 开玩笑 那小英总统因为他有特别提 他除了是在这个 民进党中央常会 而且他是以兼具有总统身份 因为除了民进党的党主席身份 他会推这个 请立委们 在这个国会里面加把劲 他具有这方面的一个功能而同步呢 他同时在国家的治理方面 他也是总统的身份 所以哇今天讲这个话太重要了 对不对 后疫情时代 随着生活已经回到了长轨 所以要抓紧什么 振兴经济的一个机会 如何振兴经济 如何救GDP 观光最快 大家太渴望了嘛 希望能够出国 那当然国内饭店 国旅 也很希望 大家多多高官 所以在这里面 他们现在已经在评估开放的时间表 没有什么话比 这句话更重要 已经在眼里了 正在评估 那么这里面 除了要争取国际的旅客来台湾 来到我们这边shopping 来到我们放天灯 喝珍珠奶茶 到处逛逛 对不对 我们的国内真是嗷嗷待哺 国旅 所以你看近期 你看像是富野 后亚郎 富野 2376富野 或者是像三富 哇前陣子很飙很飙 对不对 这个三富二四 二七四三 哇这个中间这一波段 从二几块一路给你飙到八十一块 真的是 真的是超过三倍 将近三倍 两倍多将近三倍 这富野也不狂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哇这个很凌厉 从十四块一路给你飙到二十九 也超过一倍了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解封概念股 绝对会是 这个威威老师非常 这个跟大家非常推荐 就是说这方面有个私房产 那目前绿色就是这个 三富的月线嘛 那接下季线的部分 也许三富前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飙 这样一路这样爬 吓死很多人了 也不敢去追他 但是你不敢追 他就越长给你看 盘中一度来到最高 也来到了八十一 不是盘中 也就是说他 这个在这个前一波段 大家非常不看好 这个观光类鼓的时候 他一路真的就是靠三富 在做一些表演 三富五十 他就在那边叮咚叮咚 标涨停 那么富野更是这个波段 在三富没有那么凌厉的情况之下 哇 他一军突起 那这个大家都觉得 他这个饭店类鼓 今天哇 非常多档 标涨掌停 至少大概 我算一下 大概有没有五档以上 那跟这个旅行社相关的 像包括像是亿飞网 或者是这种 三富他是因为 他做日本线 做得非常的 这个知名 那么还有像是五福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波段 这个能够交出来 真的也攻到掌停的 说实在 其实也就只有一档 一只凤凰了 五七零六 那凤凰 大家开心 我们今天下午 威威老师有在 这个三立的iNews 我们在节目上 也有公开我们来讲 这一档凤凰 说实在 你在这个放眼望去 能够在去年脚出 至少你有个EPS 是正面的 那其他你看 全部都在亏 全部都在亏 就只有凤凰 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面 他营收获利表现 他虽然这个月营收 有增加 这个年的部分 也许还是有降低 但是好歹 他是有EPS的 他本益比 有了EPS 他当然就有本益比 而且他的这个殖利率 公开给你看 也不差 以他这样子的 这个属于观光类鼓 发了鼓励给 一般的这个大股东 小股东 这是不简单 在这种困顿的 国内因为Covid-19 困顿的情况之 所以大家真的也应该 帮这张股票股掌 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相信今天早上 有很多人 他就透过这个掌停板 靠赏 靠赏小股东 大股东 小股东 那今天其实在 我们在那个三立 我们在进棚里面 录他前进新世界的时候 哇 他很多的摄影 其实每个人都是高手 其实很多人现场 他们就讲说 哎呀 温温老师 这个他买 他买这个凤凰 后来忍不住 今天早上听 我们在盘棚里面 现在想一想 嗯 是不是表现好的时候 真的应该要出场 跑一趟 那后来他跑完的时候 听我们的 他又觉得 是不是卖早了 没有卖早的问题 因为 那股仅其实很活蹦 那股仅其实很活蹦 可以拘捷来回操作 他不会说 一路往上走 他就会回 这个当然 有些时候也很难讲 对不对 但是 我相信最近这段期间 是有机会 那如果一有机会 稍微做一些回答 其实我真的觉得 观光股 不比前面 这所谓的 这个光学镜头 就涨了一波 对 那台积电更是 从680一路往下 所以我觉得观光股 回来回挡了一些机会点 当然也很难讲 对 但是有人互乘合之后 哇 他搞不好一路往上 你想他拉回回头买 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但是 他要标不起来的时候 是蛮凶猛的 一路就往上攻击 而且沿着五日线 所以 有些时候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受不了牙痒痒 而且现在有政策 推出来利多 那这家又有 国安基金 互盘着 所以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 他算不算私优 我相信这个凤凰在这里面 算是不容易 好 算是不容易 然后在这里面 以这个 长荣航、华航 特别是长荣航 这个华航 他们也就在去年 在前年 这个两年多左右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今天 这样的光景 其实 以本益比 这个也不算高 但是它的殖利率 也算勉强 能够交代的过去 我觉得是 真的不简单 好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急着端出来 给大家私房菜 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吧 好 除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股王或权王 这种自由股之外 其实 我觉得非常具有一些潜力的 当然 有一部分 我就会在观光股 指引 各位 如果你想要盘中 想要进出 十几点 以后 不晓得怎么抓 那么多人 在目前的股票里面 赔钱套牢 都必有它的原因 所以 我为老师 一定要想方释法 让大家 一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万 不要在不合一的时机进场 而且 好 自由股票 你要挑时机 要丢时机 我为老师 一定要让大家 有机会知道 怎么样 才是一个进场好时机 而且 你总要留下 你的心理联络电话 不然我们盘中 怎么扣你 让你能够 同步跟上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 随时跟上 随时跟进 电话可以拨进来 0800-370888 0800-370888 免付费的 好 那欢迎大家 跟上微微老师脚步 能够在这一波 国安基金 好 这个护城河 这个成型的过程当中 也一定要能够 让自己有机会 获利赚钱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欢迎大家 随时锁定 扫QR Code 那随时进线 微微老师 再等你 OK 那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本头顾公司 于所推荐 分析之 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1 1 2 3 5 感谢观看